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妖怪 哎呀 我是蜘蛛精 妖怪 近期 长春动植舞公园 每晚都会上演如此精彩一幕 不仅有一身红色战袍的孙悟空 人气颇高的猪八戒 也有各路神仙妖怪亮相与观众合影 每晚 这支还原电视剧版西游记故事的表演团队 至少接待千余粉丝 6月8号晚 孙悟空和猪八戒一亮相 并引来观众的高声喝彩 孙悟空进行了一段金箍棒的表演 猪八戒则利用乐器演奏了一首《女儿情》 西游记原剧我是看了无数遍 包括今天我和八戒聊天也在说 昨天晚上他是看着西游记原剧睡的觉 然后金箍棒也是 我练费了好多根金箍棒 然后可能才会有一些动作会非常熟能生巧的 碧可春原是一名魔术师 跨界饰演孙悟空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了 他和猪八戒的表演者红天合作表演了很多年 二人非常有默契 红天队记者说 他们一直在研究西游记的剧情 后续还会相应的增加表演内容 记者看到园内还搭建了南天门 在通往南天门的路两侧会定时喷出水雾 营造出仙气十足的环境 路上青狮精 虎精等西游记中的角色 会出现与观众合影 该表演团队新媒体运营负责人表示 西游记是中国七零后八零后两代人的回忆 通过这样的表演可以让大家重温经典 又能让年轻人和孩子们切身感受到古典名著情节之精彩 包括大家看到的我们所有的演员还原的就是八六版的这样的一个续游记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想作为四大明珠中的续游记 也是我们国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唤起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以及我们大朋友小朋友 能对我们国学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我们下期再见